大家好 我是Auntie Mary 歡迎大家來到兒童安息日學班 今天我們會看少兒學科第十三課 人小志氣高 故事記載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一至十節 全心節是這樣 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 路加福音十九章八節 當我們改過行線 就是顯明上帝的愛 開始之前我們一起祈禱吧 親愛的天父 今個星期內我們都有犯錯的時候 但是我們很感謝你 因為只要我們願意改過 你都會願意原諒我們 求你賜給我們勇氣 去承認自己的過錯 奉主耶穌基督聖明祈求 阿門 大家好 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 人小志氣高 全心節是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八節 經常記著說 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 今天的信息是 當我改過行線 就是顯明上帝的愛 你有沒有試過去看表演或球賽 但看不到 或者你的爸爸肯讓你騎薄馬 讓你坐高一點看 如果你有這樣的感受 你都一定能夠體會到薩蓋 在人群後面的心情 薩蓋住在耶利哥 他的房子是城裡其中一間最大最好的 他是一個大有錢人 但是沒有人喜歡他 因為大家都覺得他騙人錢 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 但是大家都沒有辦法 薩蓋是羅馬的瑞利長 羅馬人也不在乎他怎麼做事 只要他們拿到他們要的錢就可以了 所以或者薩蓋告訴別人 那些錢已經交給羅馬人 他就可以和其他人額外收取更多的錢 然後撕吞了錢 有一天 薩蓋聽說耶穌快要來到耶利哥城 他已經聽過很多耶穌以前的事跡 他聽過耶穌是怎樣治病的 他那些癖的人和盲眼的人 還有人說他可以叫人從死裡復活 所有這些事都令到耶穌與眾不同 也令薩蓋很想見耶穌 薩蓋也知道那位瑞利利美人馬太的事 馬太放下一切跟從了耶穌 也成為了耶穌其中一位最親近的門徒 大家都周圍說這件事 薩蓋心想 或者耶穌會有話想跟我說呢? 沒錯耶穌就跟其他人所說的 來到耶利哥城 薩蓋決定去見一見這位主 他離開了他收水的地方 就去到大街上面了 嘩!這條街人山人海 而且湧入的人潮越來越多 看來都見不到耶穌了 薩蓋試過跳起 想從人縫裡見到耶穌 但他也沒辦法 因為他生得太矮小 也沒有人願意讓路給他 但他下定決心 這次一定要見到耶穌 所以絕對不能放棄 薩蓋在這條路上 左望望右望望 他見到一棵大樹 爬樹這個舉動 其實不是一般有地位的人會做的 但沒辦法 所以他爬上了一棵樹 他坐在一條樹枝上面 由上到下的望到街上 耶穌正是朝著他的方向走來 當耶穌走近這棵樹的時候 他停下向上看著薩蓋 他看著薩蓋微笑 所有的人亦都停下來了 他們都抬頭望向著薩蓋 薩蓋快點下來 今天我要住在你家裡 耶穌說的這句話 每一個人都聽到 薩蓋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耶穌要來我家? 他就從樹上爬下來 和耶穌帶路 而人們也讓出了一條路 但大家開始說三到四了 耶穌竟然去這個罪人家裡 他們很大聲地說 薩蓋就說 主啊!我會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給窮人 如果我是騙了哪一個的話 我會四倍的還給他們 耶穌看著薩蓋 然後看看私底下議論的人就說 今天救恩來到這一家 這就是人子來這裡的原因 為要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 薩蓋還沒見到耶穌之前 他已經為自己騙人的罪 覺得很後悔 而現在他在眾人面前悔改 他向所有人表示 愛耶穌能夠把錯誤的事 糾正過來 今天耶穌也能幫助你 糾正錯誤的事 這個原因是 沙哥愿意改过 他将自己家产的一半分给穷人 并且四倍常患被骗过他的人 以下的问题 我们一起在圣经里找答案 第一题 我们做错事之后 要等多久才可以去认错呢?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先去跟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祭物 我们要立刻认错的 第二题 如果有人对我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我们应该怎样呢? 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 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 遥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我们要遥恕他们呀 第三题 圣经教导我们 要怎样对待身边的人 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 无论何时 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我们想人家怎样对我们 我们都要怎样对人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手工 我们会摘一个心 我们需要的手工纸的颜色 是要有目的 不是随便一张纸 或者一种颜色 我们需要有黑色 有红色 有红色 还有白色的纸 那我们怎样去摘这个心呢? 我现在就用另一种颜色的纸 就是黄色的纸来摘 因为黄色的纸 比较容易看得到 我简单是这样摘的 我们就将一张黄色的手工纸 先对摘 好 然后再在这里对摘 好 然后再在这里对摘 好了 对摘完呢 我们打开 我们会见到有些痕 我们就将一张纸 这样再摘一个三角形 大家打开之后 就会看到又是这个痕 这个痕 就是给我们作为一个指标 可以如何去到一个位置 那我们就将纸这样摘 这样摘到一个位置 就是这个一点那里 那另外一边呢 我们就将它这样摘到黄色 那摘到哪个位置呢 我们会看到是有个痕 就是摘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就将它是这样 就对摘 那么我们呢 就会看到这里有个痕 是不是 那么我们呢 就将它呢 是 向着这条痕 就摘 这样摘过去 那这边呢 又是一样 我们这里呢 要很小心摘的 因为呢 如果不是呢 好像刚才那样 摘了就变了 好像一边高一边低 那就不好了 所以刚才呢 我再摘多一次 让它不要一边高一边低 那呢 我们就会摘到一个这样的形状 那我们 回到后面呢 那这里呢 你会看到有两个三角形 那我们呢 就把它摘一半 那这边呢 又是一样 摘一半 那就变成这样了 那呢 我们呢 在这里呢 我们又是这样摘一摘 摘一点 摘一点 摘一个角位 就刚刚好 在这里 这边 这边也是一样 那呢 就会是变成一个心形了 调转了去 那大家都很容易摘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呢 用黑色 我们红色摘了 是 那呢 我们就摘黑色和白色了 那呢 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刚才的方法 好 好 我们摘完这个黑色呢 我们现在又摘到这个白色了 好了 好了 那我们就摘了三个心 那这三个心摘了出来 究竟做什么呢 那我希望呢 各位小朋友 同学仔呢 你们都能够是 懂得跟别人说 耶稣基督的救恩 那原来呢 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就好像这个黑色的心那样 有罪的 那呢 但是呢 主耶稣呢 是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是为我们的罪呢 是钉在十字架上面 那呢 他呢 就是赦免了我们的罪了 那呢 上帝也赦免了我们的罪 那我们呢 就会有一个清洁的心了 那呢 我希望呢 各位的同学仔呢 都有一个清洁的心 今天的儿童安息学班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一起做个祈祷啦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 赐亚爱子耶稣 担当了我们的罪 并且钉在十字架上 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 你会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有清洁的心 去做正确的事 多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成名祈求 阿们 我们下星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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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